明人站的YouTube Channel 大家好,我是明人站的Rigigit 大家好,我是明人站的Rigit 歡迎大家來到明人站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我會和大家開箱的就是Hermes這個品牌 今天會和大家介紹的是一款比較少有的貨品 而且在專門店配貨也是需要比較多 相比凱莉25-28,它更加要多些 而且市面上也是非常少有的貨品 沒錯,它就是Mini Kelly II 其實Mini Kelly II現在市面上差不多要炒至20萬以上 如果是比較漂亮的顏色的話 我手上這個是紫色 它的色號是P9,海葵紫 而且紫色這個顏色是 如果它那一期 愛馬仕經常出紫色的話 它就會有紫色 但如果那一期它停止了紫色的話 基本上你一個紫色的袋 你都是看不到的 而且這個皮質是用了生羊皮 那生羊皮看下去 它是有少少霧面的感覺 而且生羊皮在愛馬仕當中 比Epson和Togo皮更加矜貴 那生羊皮其實它 你不要說它覺得很軟 但是它的皮質是比較硬 大家看看它的紋路是非常幼細 那加上它愛馬仕的生羊皮 它跟Chanel的生羊皮是不一樣的 你不用怕它容易刮花 而且你用得久的話 那條痕 如果你不小心刮到的話 它的痕也會慢慢淡 所以它相比起Chanel的生羊皮是不一樣的 那加上這個是配上銀扣 那還有我覺得銀扣就比較清新一點 如果配了金扣的話 可能要在黑色上面就會更漂亮 那如果其他顏色比較色彩的話 配上銀扣呢 我就覺得比較清新一點 還有年輕一點的 那我開給大家看看它裡面的容量空間 它裡面是做了拼色的設計 裡面是拼了76色深藍色的 那其實它裡面的容量空間 基本上你可以放到一部小的電話 它有一個內貼袋 那這個內貼袋其實有點小 我覺得你不會用到它 因為實在太扁了 那基本上你放電話 卡包、鎖匙其實已經足夠了 即是很適合一些平日出外 不是裝得太多東西的類似 那加上這個款式 亦都在市面上是非常少有 那可以說是一個小極品 那你用的時候 有些人就不蓋蓋的 直接這樣 好像我剛才這樣打開了 也有些人就蓋了蓋之後 兩邊那條帶就放進去 或者鬆出來都OK的 那基本上因為如果你扣完的話 你真的很難拿東西 因為你每一拿東西 你的程序都要很麻煩 都要重新再開過 那它配有一條可拆式的肩帶 因為肩帶也是襯托它的銀扣 而且它這條肩帶的長度 就剛剛好 可以適合你斜背或者單肩背 那我現在就不扣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我只是拿著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它上身的效果和它那個大小的比例 那如果你斜背的話 其實它是剛剛好在腰下面 那我的身高就是163度 那它這個單肩背或者斜背 其實都我個人認為都不會太過長 或者太過短 我覺得是剛剛好 就是你的打扮 如果你是穿一些比較 Casle T-shirt 牛仔褲是非常配的 我覺得Mini Kelly II 那如果你說穿裙的那些 你就可以單肩背 或者手拿著都OK的 好啦 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袋 有沒有興趣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過來尖沙咀門市 找我購買 也可以下載我們APP市購買 其實都很少有現貨的Mini Kelly II 所以要珍惜現貨 記得LIKE和SHARE出去 還要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再分享手袋給大家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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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